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愿主赐福给你 我们又见面了 感谢神大位藏目 带领我们有美好的赞美与敬拜 今天我要从神的话语当中 来教导大家 在分享神的话语之前 先跟大家分享一点东西 我几天前在收音机 听到一个采访 是一个107岁的老妇人 所讲的话 她已经107岁了 她经过了两次的世界大战 而且她也走过了 1918年西班牙大流行的疫情 现在她更是跟我们一样 正在经历这一次的新冠病毒的疫情 所以采访的人就问了她说 你经过了那么多之后 你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劝勉的话呢 所以这位老妇人她就说 有一句话而已 就是要好好地爱你的灵舍 所以这位老妇人她只有一句话 她说 爱你的灵舍 很有道理 对不对 我觉得对于她来讲 她经过这些那么多次的苦难 但是她却守住这个原则 要爱灵舍 我们所讲的SG United 也常常讲到 要同舟共济 如果没有爱灵舍的心的话 要怎么同舟共济呢 如果我们不爱灵舍的友谊 我们怎么怎么同舟共济呢 这个阻断期已经渐渐地缓和下来了 几天前我们也听到了消息 这些禁令慢慢地 很有层次地要开放了 可惜宗教教会的活动 暂时还不会开放 我们一起叹息好不好 也就是说 我们要见面的时候 还没到了 不过我们了解 我们了解 我们的政府因为很关注 若是第二波的社区传染发生的话 这样会是很严重的 所以这个慢慢地缓和的 开放的方式是安全的 所以我们就好好地来服从政府的这些条例 可能我们要等多两个月 三个月的时间 老实讲我也不知道 但是我们不可以光在家里面 等着教会开门 我们可不可以创意一点地 想一想要怎么爱我们的弟兄姐妹 我有一个建议 我知道当我有一个建议的时候 你们都很听话的 比如说两个礼拜前 我叫大家打三通电话 结果呢 我的电话跟师母的电话 一整天不停地在响 因为大家都很守住这个建议 所以说我们要打三通电话 那很好 但是上个礼拜我没这样讲 就没有电话响了 我的建议是什么 我的建议是呢 我们提升我们这种 彼此的关爱的方式 好不好 我们在这一两个星期 我们想一点办法 怎么样帮助我们的 不是帮助 而是为着我们的 小组的弟兄姐妹 就是订购一些 外卖的送地服务 我跟你讲 当你这样做的时候 你订购的时候 你会很开心 你收到的时候 你也会很开心的 过去几个星期 我们也收到一些 我们也送了一些出去 我们每一次都感觉到 非常地开心 真的是 施比受更为有福 其实受比施 也差不多是很有福的 所以尝试一下 不过可能你会说 哎呀 我不懂他的地址 怎么办呢 你就打电话问他的地址 所以有人打电话问你地址的话 你就不要说 你是不是要送东西给我 没关系啦 我们就尝试一下 这个就是一种 爱临舍的一种方式 好 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是 雅各书第四章 第十三到第十六节 我先来念 然后Brander为我们念英语的 雅各书第四章 第十三到十六节 哎 你们有话说 今天 明天 我们要往某城里去 在那里住一年 做买卖得利 其实 明天如何 你们还不知道 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 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 出现少时就不见了 你们只当说 主若愿意 我们就可以活着 也可以做这事 或做那事 现今你们竟以张狂夸口 凡这样夸口 都是恶的 我们看见 James 4.13-16 现在听听 你 who say 今天或明天 我们会去这或这城市 花一年那里 继续商业 作用钱 为什么 你甚至不知道 什么会发生 明天 什么是你的生命 你是灯 那会发生 一段时间 然后消失 反正 你应该说 如果是神的 we will live and do this or that as it is you boast in your arrogant schemes all such boasting is evil 其实去年年底的时候 我跟儿子 做了一个计划 我们的计划是 今年十一月 我们要去 希腊 雅典 我们是要一起的 跑马拉松 那我能够完成 我完成五次 马拉松的目标 而且可以跟儿子 一起旅游十多天的时间 但是现在不能去了 有没有人在想说 今年十二月 要去韩国 要回顾一下冬季念歌的 或者有没有人说 我本来就是要计划去台湾 去士林乐室 吃他们的各种各样的美食 或者有人说 我是打算明年四月 要去到东京 日本 要去看樱花 或者有人说 我本来今年是十二月 要去尼亚斯 探望我们新儿童子家 其实这些话 我们过去常讲的 而且是很常听到 人说的一些旅游的计划 某月 某个地方 去几天 去做什么 但是新冠病毒 疫情发生之后 本来很普通 很平常的东西 突然之间 再也不能说了 因为一切都改变了 今天的圣经经文 一开始就讲到 同样类似的话 这里他说 今天明天我们要往某城里去 在那里住一年 要做买卖 要得利 到底这句话 有什么问题呢 为什么雅各 好像他是在很严厉的 跟这个收信的人讲这句话呢 难道做一点的计划 是错的吗 然后圣经中保罗 他做的宣教计划 是很详细的 所以肯定圣经 没有阻止我们做计划 或者说 做买卖赚钱 是错的吗 肯定也不是 因为圣经也教导我们 怎么做好管家 也教导我们 怎么样要很殷勤 很努力的工作 所以问题不在于计划 也问题也不在于赚钱 问题的关键是 这一些商人 他们在做计划的时候 他们是自己做主 而不让神在当中做主 所以第十四节 雅各立刻的说 其实明天如何 你们还不知道 这句话呢 潜意识里面所讲的是 你不知道 但是神知道 也就是说 当他们在做这个 我什么时候 要去哪一个城市 要住一年 要做买卖 要赚钱 他们根本没有考虑到 到底神怎么说 你懂我们在做任何的计划的时候 我们要知道 我们要考虑到 到底神允不允许 因为我们这一生 我们常说 我要为神而活 但是当我出国旅行的时候 我说 我不管了 我不需要问神的了 其实明天如何 你们还不知道 过去我们好像当成 没事嘛 这句话到底什么意思 不需要懂 但是现在 明天如何 你们还不知道 我们好像开始 明白这个真理了 因为真的 明天是怎么样 我们不知道 因为真的 明天是怎么样 我们真的不知道 没人知道 到底疫苗 什么时候 才会研发出来 到底我们 什么时候 才可以自由地出国呢 到底教会 什么时候 才可以重新开放呢 明天如何 我们不知道 所以我们可不可以 在做任何的计划 都说 只要我说可以 就可以呢 我想我们现在更要明白说 神啊 到底这个计划 行得通吗 为未来而计划 是没错的 但是神有没有在这个计划的当中呢 一个商人 他所信靠的 如果纯粹是他的商业发展计划 或者是他自己的 所谓的财政的预算 如果这些都是他所信靠的 而不是信靠神的话 那就有问题了 我们需要回到这个基本的想法就是 一切都是掌握在神的手中 可惜我们好像活在这个 我有很把握 我就是有绝对的把握 一切都是掌握在我的手中 因为我懂得 因为我有经验 因为我靠关系 一切都那样顺利 那一切都会按着我的计划而行的 但是你现在看一看吧 全世界的经济情况 航空业 旅游业 石油的供多于求 肉类 蔬菜的出产跟运输 都会出现问题了 真的 各国各城 各行各业 都进入了一个停顿的状态 所以现在当我们讲第十五节的时候 你会更明白 这十五节说 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 也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 主若愿意 我就可以活着 主若愿意 我就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 很多人的想法是 只要我想要做就可以了 不在乎神的意思是什么 我希望经过这一次的整个疫情 我们开始明白说 有一位掌权的神 他在掌管这一切 这个可不可以算是一个 很大很大的闹钟或者警钟呢 好像地震也发生了那么多次了 海啸也发生过了 风灾 水灾 火灾都发生了 各种各样的天灾都发生 但是人好像一过了就当成没事了 有谁会想到 我们现在的科技那么发达 医药研究是那么的先进 但是现在就是因着一个 一个最微小微小的病毒 使到整个世界都几乎瘫痪了 是不是一个wake up call 一个很大的闹钟 一个警钟 我们需要回到认识 知道神是掌权的神 那祂的存在 祂的权威 我们要归回来信靠祂 并且敬奉祂 唯有神是神 我不是神 唯有神 祂掌权 我没有权力 唯有神 祂掌管未来 不是由我来掌管的 但是于多少时候 人活到以为说 神是神 但是我还可以做我自己的神 神祂掌权 但是我仍然有权力 或者是 神祂掌管未来 但是我也可以掌控未来 我们都知道这些想法都是错 正确的是 唯有神是神 我不是神 唯有神 祂掌权 我没有权力 那唯有神 祂掌管未来 不是我掌管我的未来 你看在但以理书第五章二十三节的最后一句话 但以理向这个外邦的王说 手中有你气息 管理你一切行动的神 之子耶和华 你知道是谁掌管吗 对一个外邦王呢 他却跟他讲说 我的神耶和华 他手中有你的气息 管理你一切的行动 在使徒行传十七章二十五节呢 这里想到神 祂说 神自己 岛将生命 气息 万物 都赐给万人 赐给你了 然后呢 在第二十八节呢 他又说 我们生活 动作 存留 都在乎祂 我的活着 我一举一动 我的生命 气息 这一切都是出于神 而且是在神的里头 这些讲到神的创造的能力 祂的生命 气息放在你的里头 也就是说 祂是那位创造的主 祂也是那位掌管生命的主 我们都很熟悉的 创世纪二章七节 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 将生气吹在祂的鼻孔里 祂就成了有灵的活人 是神创造了你 神创造了人类 祂把生命气息吹在我们的里面 所以我们的生活 我们的动作 我们的存在 都在乎神 我们的生命是在于神的里面 我们有生命是因为神 祂所给的气息在我们的里面 所以万物一切都是在神的掌管当中 所以我们经过这一次的警钟 我们要回到这个真理 唯有神是神 我不是神 唯有神 祂掌权 我没有权利 是神 祂掌管我的未来 不是我自己在掌控的 所以雅各在第四章第十四节那边 他也另外讲 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 出现少时就不见了 就讲到生命是怎么样 我们的人生就像是云雾 其实其中的一个英语的翻译是vapor 就像是烟雾这样 就像烟雾而已 就是说你如果冲了一杯热腾腾的咖啡 你可以看到一些烟 但是一下子就不见了 人生就像是烟雾这样 一下子就不见了 那诗篇九诗篇第五跟第六节 他说人生是像水冲去 像睡一觉 又如生长的草 早晨发芽生长 晚上割下枯干 但是呢 虽然我们人生就像云雾又像早晨的草一般 但是神仍然很珍惜我们 并且看顾着我们 他一直都在照顾着我们 每一天一早起身的时候 神的灵就与我们同在 他开始来向我们说话 他建立我们的信心 他也给我们智慧 教我们懂得怎么样 一天平安地度过 神他会指示我们的道路 就像在约伯三十一章第四节所讲的 神岂不是查看我的道路 数点我的脚步 他不单只是看着你的道路 他还数点你的脚步 在诗篇139篇三节 他不单只是稍微看一看 圣经说他是细查 所以你在走路的时候 或者你在休息 在躺卧的时候 或者你生病在躺卧的时候 他都在细查着你 你所做的 你所想的 神说他深知到这一切 然后另外在真言第二十章 第二十四节说 人的脚步为耶和华所定 人岂能明白自己的路呢 是谁在定一个人的脚步呢 不要再以为说 一切都是我自己做主的 不要再 所以就像经文一开始所讲的 今天明天我要做这个计划 我要去到那里做什么东西 我要做很大的计划 赚很多的钱 我们更是要加一句 主若愿意 我可以做这些事 因为人的脚步 是耶和华所定的 其实我们自己都不明白 若不是神 他光照我们 带领我们的话 我们不晓得 怎么走前面的路 所以不要再用自己的方法 狠冲直撞了 让我们 还是回到最基本的 主若愿意的话 我就可以活着 我就可以做这事 可以做那事 Let's go back to the basic foundation That if it is the Lord's will We will live and do this or that 唯有神是神 我不是 Only God is God I am not God 唯有神 他掌权 我没有权利 God is sovereign I am not sovereign 唯有神 他掌管我的未来 不是我自己在掌管 God is in control of my future I am not in control of it 好 然后回到 雅各书第四章 第十六节那边 这里说 现今你们尽以 张狂夸口 凡这样夸口的 都是恶的 We come to verse 16 back in James As it is you boast in your arrogant schemes All such boasting is evil 雅各说 雅各所讲的是 这群人 他们心里的问题 就是一个 自大高傲 James is referring to these people that they are filled with their own arrogance and pride 因为他们总觉得 我已经懂了 我不需要神 我不需要问神了 these people are thinking to themselves that I know everything I don't need to consult God or ask him for anything 这些人不单只是 目中无人 他们是心中没有神 他们想要怎么活 他们想要计划怎么样的话 就是自己决定 不需要问神了 我们是信靠神的人 我们要一切都来 寻求神的旨意 在路加福音 耶稣讲了这段故事 第十二章 第十六到二十一节 就用比喻对他们说 耶稣说 有一个财主 田产丰盛 自己心里思想说 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收藏 怎么办呢 又说 我要这么办 要把我的仓房拆了 另盖更大的 在那里好收藏 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 然后要对我的灵魂说 灵魂啊 你有许多财物寄存 可做多年的费用 只管安安一一的 吃和快乐吧 神对他说 无知的人啊 今夜必要你的灵魂 你所预备的 要归谁呢 凡为自己祭财 在神面前却不付足的 也是这样 所以在 Luke chapter 12 verses 16-21 and he told them 十七节到十九节 都是这个财主 他自己对自己讲话 他很骄傲 他很喜乐 他说 哇 我现在发达了 我有那么多 那么多的收藏 没地方放了 怎么办呢 放心 放心 我有办法 这些旧的厂房 我拆了 盖更大的 我就可以装更多的 在里头 然后还非常骄傲地 他对自己灵魂说 你看 我多厉害 我赚了那么多 我现在又寄存了那么多 我这些寄存的 够我用一生了 不单只是用一生 而且每一天吃喝玩乐 开心死了 他完全不明白 什么叫做 主若愿意 我就可以活着 其实明天如何 你知道吗 然后神说话了 第二时节神说 无知的人 他以为他很聪明 但是神说 无知的人 今夜必要你的灵魂 你所预备的 要归谁呢 这个无足的人 也是一个自大高傲的人 他不晓得 他做计划的时候 他需要寻求神的意识 重点在最后一句这里 既才在神面前 却不富足又怎么样呢 最重要的是 我们要在神的面前 是富足的 所以这个世界的声音 这个世界的教导 是跟我们讲说 只要我自己心里面 能够找到答案 就够了 这个财主 他以为 他心中有一切的答案 这个是高傲 世界的声音 跟我们讲说 谁都不用相信 只要相信自己就可以 但是圣经告诉我们 我们需要相信神 世界的声音告诉我们 我们需要信任自己 不管别人 但是圣经说 我们要信靠的是神 这个世界 好像不断地在称赞我们 说 哇 不错 不错 我是一个大好人 够了 够了 但是圣经说 我们都是一个罪人 我们必须要悔改 才会避免灭亡 这世界告诉我们 我们行的一切事情 我们懂得怎么解决 但是圣经告诉我们 让神来为我们解决这一切 这个世界告诉我们 我们只要稍微地改变一些方式就行 但是圣经告诉我们 我们最重要的是 我们的心要改变 好 这一次的病毒 COVID-19 病毒的警钟响了 很多东西都暂停了 很多人在讲 应该要 要 reset的时候了 要怎么样 重新的启动了 现在暂停 希望大家真的是在想 我们要怎么样 重新的恢复 但是这个重新的reset跟恢复呢 不应该是回到我们过去的那种生活 不应该是像以前这样的追求吃喝玩乐 或者是追求我们要怎么样赚更多的钱 怎么发达 或者是追求我们个人的一些的愿望 这一次的警钟 应该要唤醒我们起来的 当我父亲 的生意失败的时候 当时我已经信了主 那个生意的难关 当我看到爸爸走过的时候 已经在我的脑子里面 产生了一个很清楚 很清楚的一个警钟了 从那个时候起 我的整个思想开始调整了 已经不再像过去的那种 追求世界的欲望 追求世界的富足 我开始想到人生更重要的东西 追求神 追求神国度的事 真的 我希望大家 这次的疫情过了之后 我们重新调整之后 我们有一个更加可慕 来侍奉神 来敬拜神的心 我家里的咖啡机 前几天出现了小毛病 这是很奇怪 水流出来总是流出很少 我们在想说 又要花钱了 又要买多一个咖啡机 但是今天早上 女儿Ruth Anne 她就Google了一下 她就说 OK 有办法 有办法 我只需要reset一下 就可以了 结果呢 她就轻轻地做了一个reset 然后呢 一切都好了 我们应该 我们必须要做一个reset 我们要重新地启动我们的心 记得 我们不是改变方式 而是改变我们的心 所以我们的心 我们要重新回到那种谦卑 我们要重新回到那种 腐负的敬拜 我们要回到那种 承认神是神的那种心态 我们要让神成为 作为作王 并且完全地掌权 我们要让神来掌管我们的未来 还要调整 重整的是 我们的家庭的生活 我们人跟人之间的关系 也要重整 我们的个人的生活 也要重整一下 我们的属灵的生活 也要重整 教会的生活 我们已经在进行重整了 今天 这个简短的信息 我相信神要提醒我们 要重新地启动 接下来我们会播一首诗歌 这首诗歌的主题是 很美的一首敬拜歌 教导我们 带领我们 重新地来 俯伏在神的面前 承认神是我们的神 带着俯伏的敬拜 要见神的容眠 重新地献上自己 我想我们在播这首诗歌的时候 我希望大家能够 就是用这段时间来 调整一下我们 在神面前的姿态 刚硬的心 在书的面前 我们软滑下来 骄傲的心 在主的面前 谦卑下来 我们总是靠自己 我们回到神的面前 我们要更多地来信靠祂 我们总是想 我可以做 我可以照顾自己 我们必须回到神 说我们只能相信神 我们跟神的关系疏远了 我们重新地 回来亲近神 福福地来敬拜祂 专注于祂 专专注于祂 专专地敬拜祂 我们一起来敬拜 我们一起来敬拜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专下的祂 众福地来敬拜祂 遇见你容颜 献上我的一切 优优独播剧场——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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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心 专注于你 专注于你 我的主 我一生 淡淡尽吧 淡淡尽吧 我的主 上次在于你 收取在于你 我心坚定 勇敢向前行 上次在于你 上次在于你 我心坚定 勇敢向前行 上次在于你 上次在于你 我心坚定 我心坚定 勇敢向前行 我心坚定 勇敢向前行 我心坚定 专注于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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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心坚定 我心坚定 专注于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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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地住 夫妇 你是我的主 献上我的一切 亲爱的天父 我们满心地感谢祢 感谢主祢再次地接纳我们 赦免我们的罪 赦免我们在言语 在思想 在行为当中冒犯祢的地方 主啊 今天孩子们重新地回到主祢的怀抱中 主啊 我们要再次地降服于祢 主啊 要跪拜在主祢的宝座前 主啊 我们要福福地来敬拜祢 主啊 要亲近祢 要寻求祢的面 主啊 当我们寻求的时候 主啊 祢就让我们寻见祢 主啊 让我们呼求祢的时候 主啊 祢就向我们说话 主啊 给我们在敬拜祢的时候 我们的灵里面再次地更新 主啊 让我们能够像鹰一般的如鹰展翅上腾 主啊 让我们能够与主祢一起翱翔 主啊 祢的大爱来围绕着我们 主啊 祢的爱来拥抱着我们 主啊 带领我们每一天的道路 主啊 我们要信靠祢 更多的信靠祢 若祢愿意的话 我们能够活下去 若祢愿意的话 我们能够做这事 能够做那事 主啊 若祢愿意的话 我们能够与主祢一起成就许许许多多美好的事情 谢谢主祢与我们同在 今天这个聚会 我们感谢祢 愿主啊 祢的平安与众人同在 愿主啊 祢的慈爱与众人同在 愿主圣灵啊 祢继续地充满在我们与我们的家中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Amen Amen 这是耶和华锁定日子 圣地儿女当欢呼吸了 耶和华一战胜仇敌 战胜仇敌 全体大声欢呼 这是耶和华锁定日子 圣地儿女当欢呼吸了 耶和华一战胜仇敌 战胜仇敌 全体大声欢呼 耶和华是我力量 我心中一切的盼望 耶和华是我的时刻 又是我的拯救 生死命心造全体 放好消息宣告你的命 感觉到身体记忆 我们真是你 你是我神 谢谢 you 给我